你只是贏或贏 它的 ethos 超過贏 贏成騙 每個人都會贏 世界反信奔機組織在宣傳片中 把網球列為重點觀察項目 不要現在卻傳出五座大蠻冠得主 號稱紅土女王的波蘭好手斯瓦泰克 金船竟要檢測 沒過關 根據路透社報導 斯瓦泰克被檢測出微量 取美塌琴 常作為心臟藥物使用 具有增強血流效果 因此遭到國際網球誠信機構臨時競賽 奇言一道的是 受檢日期8月12號 就是巴黎奧運結束第二天 對照起斯瓦泰克受多美妄時的感言 顯得格外諷刺 無獨有我的事 前球後要檢沒過關並不是個案 同樣在今年義大利球王辛娜 兩度被咽出類固醇 卻躲過競賽 隨後就在美妄奪冠 只不過相較於對俄羅斯等 涉及競藥國家趕盡殺絕 反競藥組織卻對西方世界選手 網開一面 是不是一種赤裸裸的雙標 已經引起各界批判 我現在在我的生命最重要的爭執 我希望你會跟著我 支持你 此新聞綜合報導